大家好 我是Niko 我在這邊呢 我要先跟大家說聲 很抱歉 對不起 跟你們說聲抱歉 就是呢 我在這邊要提倡的最主要原因是 為什麼我要道歉 因為呢 我的影片 被那種一頁式的詐騙網站 拿去整個影片喔 全部拿去做他們的廣告使用 而且完全沒有跟我做任何的通知 而且我也沒有跟他們做任何的合作 我最主要一定要告訴大家 你們在臉書上面 尤其是現在疫情 大家都是在家裡面 所以網路購物 滑手機啊 或是電腦啊 購物啊 一定是非常頻繁的 我真的是很想叹氣 又很憤怒 又很生氣 我生氣的點不是在於 著重他把我的影片拿去廣告 最重要我生氣的點是 他把我的影片拿去騙別人 來 重點來了齁 我自己呢 在他的網路上面啊 就是已經有看了 就是很誇張啊 把我的影片全部整個放上去 而且是整個喔 後來呢 我自己 我自己 一定要說 一頁四的網站 他們真的是很可怕 你說不定你真的是買得到東西 但是你錢付了 很好的就是 他可以獲到付款 或是宅配什麼的 很方便 沒錯 很方便 但是呢 你不見得你收到的東西 是真的 像照片上是一樣的 然後他竟然說 一件內衣是339塊 你覺得 這個內衣 戴利貝爾的內衣 會有339塊的嗎 請告訴我 然後呢 兩件優惠 998 我那一件 一件就要 1890了吧 一件就要1890欸 他兩件才998欸 他三件是 11298 我覺得很扯 還有其他的一些網紅的影片 也全部都在那個 一頁四的那個網站上面 都被盜用了 重點 我很無言的就是 明明那一件內衣 就是有鋼圈 有鋼圈的 他竟然在他的商品資訊上面 是寫說 無鋼圈 他這邊就有寫說 有無鋼圈 他寫無 他的呢 有無內帶 他也寫無 其實基本上那一件內衣 真正的 是有內帶的 那鋼圈呢 也確實有鋼圈 所以你不覺得他這個網頁很奇怪嗎 他拿我的影片去用 可是呢 他卻說這個是無鋼圈的 我真的超害怕 大家 就是 真的有去購買了 結果拿到東西不一樣 而且他貼文下面的那些留言說什麼 收到了啊 喔好好穿喔 哇真的都不移位什麼的 那個都是他們自己人留言的 都是假帳號 我自己本身 我自己本人也有去下面留言說 我是影片中的本人 請你麻煩把影片下架 你沒有經過我的同意和允許 你就把我整篇的那個影片就是放上去 他全部都給我隱藏起來了 所以他那一篇的留言有四十幾個 他因為加上我老公也有去下面留言 所以呢 我單純真的就是想要告訴大家 不要被騙了 我真的非常害怕 因為我自己也是消費者 我也會在網路上面買東西 我知道大家那種心情 你花了錢 卻買到 不是商品頁面的那種東西 而且我一定要告訴大家 我穿的那一件 戴利貝爾的央食內衣 他們的服務非常好 而且他們還有提供 終身免費去修改內衣的服務 那我想請問一下 他這個一頁式的網站 他有辦法提供這個服務嗎 這種價錢你覺得他有辦法提供這個服務嗎 所以我覺得內衣這個部分 建議大家 不管任何廠牌的內衣 都要去實體店面去試穿 才會比較好 你才有辦法知道說 這件內衣適不適合你 有沒有達到你想要的效果 還有很多Lilicoco 有的沒有的產品 也都是這種一頁式的網站 那很多人都是因為貪便宜 想說哇這個東西在外面原價要賣好幾千 在這個網頁上面 只有賣五六百塊還是九百多塊 才一千出頭 那我就買買看 有時候一頁式的網站 它上面比較舊版的 它會跳出一些那種 誰誰誰購買 誰誰購買幾件 現在正在導覽的有幾個人 什麼的 拜託我請各位 一頁式的網站 那只要點進去你看到是一頁式的網站 就不要再購買了 那除非呢 請你去尋找源頭 就是剛開始的源頭 是哪一個人推薦的 是哪一個部落客 如果都沒有辦法找尋到的話 就不要買 如果可以找尋到這一個部落客 或是哪一個藝人是他推薦的 請你們去私訊他 詢問說是不是這一個網站 有合作還是怎麼樣 因為我會得知道這個訊息 也是我的粉絲有視訊給我 他截圖給我看到 我整個當下我是在吃飯的 在吃晚餐的 我看到我整個就是黑人問號 傻眼 是怎麼一回事 但是我很生氣的點 不是在於說 他拿我的影片去用 而是他拿我的影片去騙人 我不喜歡拿我的東西 明明不是這樣子 那還去騙其他的消費者 那這樣是不是也是打到其他的品牌 如果我也沒有跟那個廠商合作 那是不是也是污衊那個品牌 還有也砸了我自己的招牌 我覺得這樣不合理 所以我也有請大家就是協助幫忙檢舉 我知道這個檢舉是可能作用不太大 因為他們這一個粉絲團 明明就是假的 只有一個讚耶 只有一個讚耶 你覺得你會相信嗎 如果是我我是不會買啦 對 那他這個粉絲專頁被檢舉之後呢 雖然如果到時候消失了啦 但是他還是會再創建一個新的 繼續再下廣告 再去騙大家 所以呢 我真的沒有任何的辦法可以去抓這個問題 解決的辦法 所以呢 我只能用拍影片的方式 跟大家說 拜託拜託 如果 點到是一頁式的網站購物的 請你們 慎選 不要這麼快的就是 一股腦額的摘下去 就說要付款了 好不好 拜託 他們說七天賤賞 哦好啊 七天賤賞啊 但是 你確定你收到商品 你不滿意 你找得到人嗎 你找得到人嗎 我真的很想問你們大家 因為我知道在 Facebook有很多的社團裡面 他們 有很多人都是在抱怨 就是爆料公社那一種的 他會說 我在某某某的那個頁面買了什麼 結果收到的東西卻是怎麼樣怎麼樣 拜託不要再去一頁式的網站 我一直在強調一直在生命 好不好 如果你們 如果有在看到有其他的 任何是人家截圖盜用的還什麼的 歡迎可以在截圖給我 私訊給我 我會非常感謝你們 真心的感謝你們 還有就是一定要去尋找源頭 去詢問 看看這個是不是那一位部落客 或是某一位藝人所代言的 還是有合作 一定要問清楚 我相信不管是部落客還是藝人 他們一定會願意的去恢復你 希望大家不要再花錢受騙了 那種感覺很不好 我知道 而且不管是大錢還是小錢 大家賺的錢都是辛苦錢 好嗎 我們一起要來抵制那種一頁式的網站 我們一定要那種把詐騙全部把它踢光光 實在是太可惡了 那就影片都到這邊 我就沒有特別想要再跟大家說一些什麼了 對辛苦大家了 那在疫情的期間呢 也希望大家都是盡量就乖乖在家裡面 要購物可以 但是拜託一定要找對的方向 還有對的網站 不要因為貪便宜 心受傷了 壞了 錢也費了 拿不回來 想退貨也找不到人 不要讓這種詐騙跟上疫情的腳步好不好 我們大家一起加油 也感謝 來看這一個目前我拍的這部影片的各位朋友們 謝謝你們大家 掰掰